在乡下有个老太太 见到流落乡间的小姑娘 就欢迎了一家 当他们长大了 就把他们打扮起来 再卖个很好的价钱 这种小姑娘被称为兽马 兽马 兽马 总有养肥的一天 我看这革命党 未尝不是兽马 任何事物 在一个精明的政客眼中 都只有利用的价值 袁世凯始终保持着左右摇摆 脚踏两只船的优良作风 对他来说 革命党当然也只是个踏板 隐忍不发的袁世凯 一直都在等待着机会 只是与以往不同的事 他这回不再是鱼肉 而是刀族 不论是蜻蜓还是革命党 都将会成为他手中的玩物